我们介绍了两学期的电磁 那么我们介绍了四个定律 这四个定律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原理都在里面 那么这个呢我们称它是因为它还是不完全 这是Maxwell之前的电动力学 这四个是什么式子呢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高斯定律 这个是高斯定律 第二个 磁场的高斯定律 第三个 法拉第定律 这四个定律 最后一个,安培定律 CURL B要等于μ0J 我们已经用这四个定律 来解决了很多电池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明了很多电池上的现象 那非常好了 可是Maxwell出来以后 他就发现了这四个equation 有不一致的重大缺点 Maxwell发现了 以上四是 好,它的缺点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向量的CURL 比如说电场的旋渡做一个Divergent的话 这个旋渡,不管,就是说假如这个 这是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量 它的旋渡不是0,Divergent一定是0 旋渡不是0,Divergent的旋渡一定是0 那么我们知道CURL1本来就是0 如果进电学的话 那么我们后来把电场会改变的这个现象 也加进去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也是0 也是0 也是0 还有呢 DivergentCURLB也是0 也是0 也是0 好,现在 我们把第三式来看看 它满不满足 因为有这个关系 好,第三式是CURL1 DivergentCURL1 它是等于 它负的 partia partia T 我们干脆直接想了 Divergent B 本来是Divergent of partia B over partia T 因为这个对空间尾分 这个对时间尾分 先后顺序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Divergent B 本来就是0啊 所以呢 这个式子没问题 Divergent of CURL1 等于0 好,但是我们由第四式 但是由第四式 我们看这个 Divergent CURL B Divergent CURLB 它应该是等于0的 就说你这个式子 不是0的话 Divergent它一定是0 可是我们把这个第四式 Divergent B 是什么东西呢 是等于 Mu0 Divergent J CURL1 Density 这个并不很等于0 不像这个一定很等于0 为什么呢 因为 Divergent J 这个并不是很等于0 不是很等于0 有时候等于0 有时候不是0 有时候不是0 Divergent J 并不是很等于0 什么时候Divergent J 等于0啊 什么时候Divergent J 等于0啊 当J是Constant的时候 不随时间改变 Divergent J等于0 这个就是什么 科西科夫的电流定律啊 就是说你画一个 Closed Surface 那你 钻进去的电流 钻进去的总电流 一定等于钻出来的 因为这个里头的 Charge Density 保持定值 但是啊 如果这个Charge Density 这不是定值呢 会随时间改变呢 这个不见得是0啊 不见得是0啊 好 那么 只有J 是 在稳定状态之下 才会等于0 O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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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0 J不稳定的时候 J如果不稳定 它可能随时间在改变 因此 第四是 就有重大的缺陷 所以 重大缺陷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一般学过了就学过了 他说这个就是这个 但是伟大的科学家 Maxwell他比 他比这些 都伟大 就是他的这个 我们把它当做 比如说 梁桑博108个英雄好汉 做这个交椅 他是做第一把交椅 他会从这里头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以后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你们如果发现问题 找老师问 对不对 老师问 但是 你们毕业以后 哪里有老师 我们可以说 毕业以后没有老师 也是处处都有老师 所以没有老师 就是不像现在 我教电池 就是电池老师 有电池的问题 跑来问老师 所以处处都是老师 你毕业以后 没有这样的老师 处处都有老师 就是说 事实上 有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我们都还不会 但是我不会的 别人会 这个时候 你就要请教那些 如果你要对某一个东西 要了解的话 最快的方法就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向已经会的人 去请教 那个时候 你要放下身段 不要再想着 我是什么学位 有时候像 工学院出来当工程师 他的技术 还不如高工出来的 那些老技师 你要向他请教 现在像Maxwell这样子 没有人可以请教 从来没有人发现过 他第一个发现 他就开始来解决了 底下我们就看 Maxwell 修补 安培 定率 的缺陷 好的 怎么修补呢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 如果你把 Current Density 做一个Divergent 的话 我们从 Equation of Continuity 知道 它是等于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 发生在什么 不稳定状态 对不对 不稳定状态 那么 如果Current Density 随时间改变 那么J就是不稳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 Rho 用这个式子来带 Rho 那么 这个是对空间为分 这个是对时间为分 这两个可以对调 因为它先后顺序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Divergent 拿出来 里头呢 就变成 Epsilon Zero Pars E Over Pars T 好 现在两边都是Divergent 同一个Divergent 那我们就把右边 提到左边来 于是 我们把这两项合并 它就变成 Epsilon Zero Pars E Over Pars T 要 等于0 即使我们这个一般的 导体里面 一般的 电流 就是电荷移动产生的Current Density 它是稳定的 但是如果空间有电场 随时间改变 空间还可能有这个 还可能有这个 还可能有这个 电场 它随时间改变呢 这一项相当于一种电流密度 通常是 我们不晓得有这个 以为它 这个永远都是 稳定的 那你知道 可能会有 这一项的存在 好 它发现这个 它导出这个以后呢 它就说 这后面这一项啊 就相当于一种 电流密度 这个电流密度 跟这个 我们一向认为的 好像传统的电流密度 不太一样 这个是由电荷 移动而产生的 这个呢 是由电场 随时间改变 而产生的 一个电流密度 那么 于是就另 这一项 Epsilon Zero Parsure E Over Parsure T 我们把Epsilon Zero 沉进来 这不就等于 Displacement 空间的 Displacement 就是空气 的 Displacement 它整个这个 相当于一个 Current Density 这个Current Density 我们要跟这个 分别 这个我们通常写成 当然 有Free Current Density 还有Polarized Charge 产生的 Current Density Polarized Polarization 产生的 Charge Density 那么 这个跟这个 都有分别 就是它特别的 一个Current Density 我们就称它叫做 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那么 JD 我们就称它叫做 电位移 电流 Density Density 好 当然这个G是Current Density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Displacement Current Density 好 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修改了 J 再加上JD 于是这个就变成第一项就是Mu0J 第二项呢就是Mu0 我们把这个写下来好了 那边写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Mu0乘上Partial D over Partial T 所以完整的 这就是完整的安排定律 完整的安排定律 修改为这个 这个式子为完整的安排定律 或者我们重写一次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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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微分式 我们写 好 这一件 他修改了这个以后 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有什么了不起 你多这一项而已 但是他就发现了一个什么 电厂改变会产生磁场 我们本来在法拉第定律里面呢 就是磁场随时间改变会产生电厂 对不对 现在电厂随时间改变会产生磁场 那么 电厂如果变动 它会产生磁场 那个磁场呢 这个产生的磁场也随时间变动啊 它又感应出电厂 电厂感应出磁场 磁场又感应出电厂 这样子一路感应下去啊 我们就发现 里头 这就是电磁波 就是有电磁波的现象出来了 所以这里 这个是说明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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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象就是电厂随时间改变会产生磁场 会感应出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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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是重要性在这里 好,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微分式 那么它的积分式呢 完整安培订阅 完整安培订阅 积分式,我们只要把这个两端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 curl B 两端对这个 做一个面积分 我们可以等于这个 B.DL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这个 干脆我就把它倒一遍好了 我们把这个式子 D.A 好,它要等于 μ0 J.D.A 再加上 μ0 Y0 partial E over partial T D.A 我们两边都做一个面积分 那这个我们根据 Stokes Theorem 它可以写成 B.DL 面积分 化成 封闭路径的 线积分 它就要等于 μ0 这个呢 就变成 I 这个I当值 Enclosed Enclosed 好,再加上这个 这就是 安培定律的积分式 那Maxwell 有四个 你把这个 取代我们刚刚写那个 1234 那个第四式 于是我们就有 一个 完整的 Maxwell 这个式子就变得很完全了 没有缺陷了 我们称之它叫做 Maxwell Equations 称之它叫做Maxwell Equations 于是我们就 出代称之 取代称述字 第四十 得 四十 於是就變成max equations 好,這是 equations 我們把它寫出來 第一個 Divergent 1 等於 ε0.0 第二個 Bivergent B 等於0 第三個 Curl E 等於負的 Curl B 等於 μ0 J 加上 μ0 ε0 part t 這一組 equations 稱為 Maxwell's equations 我們電磁現象 就是靠這個 當然你還要加上 這個 Lawrence force 那麼我們幾乎 Lawrence force 就是說不管是電磁還是磁場 對電荷都有影響 於是 這一組就可以解釋我們所有的這個電磁現象 已經 兩百多年 沒有 沒有人敢在這個上面 多加一撇 或者是減少一撇 就是他最完美了 好像一個人很漂亮的話 你多點一個字也很醜 你多點一個字也很醜 你把他那個很漂亮的字拿掉它也很醜 那就多一點也不行 少一點也不行 因此這個 Einstein 就稱為這一組 equations 是宇宙當中最完美的 perfect 最完美的 equations 那麼牛頓定律呢 牛頓定律我們用得很好啊 可是它有缺陷 因為當 愛因斯坦的狭義相對論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 牛頓定律只能夠適用在什麼範圍呢? 在物體的速度 遠小於光速的時候 牛頓定律才適用 當 物體的速度 接近光速的時候啊 那就不能用了 像我們 現在最快的這個 速度 比如說我們 發射一枚炮彈 或者一顆子彈 那個速度好快啊 那個還可以用 牛頓定律 但是再快呢 就不行了 像我們有的這個 小戒指 等等 基本離子 它的速度都接近光速 這個時候啊 牛頓定律就不能用 所以 阿因斯坦就把牛頓定律 把它限定在一個範圍 就是它的物體的速度 不能大於光速 比光速小很多的時候才能用 後來量子力學出來了 他又把這個 牛頓定律修改 他發現牛頓定律 只適用於什麼東西呢 只適用於某一些物體 它的體積啊 相當大 就是起碼我們肉眼看得見 像我們的粉筆灰 或者是灰塵 灰塵要陽光之下 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比較大一點的灰塵 可以用 再想 想到像原子這個範圍裡面的 牛頓力學不能用了 要用量子力學 所以量子力學出來 又把牛頓定律 限定在一個範圍 就是 它的值點不能太大 因此牛頓定律 被這兩個學說 攻擊的體無完覆 就說以前我們以為 牛頓定律萬能 結果發現不是 它有它的適用範圍 只有這個範圍裡面你才能用 可是這個適者 相對論 相對論 不能修改它 就是它 還是適用 量子力學它仍然適用 所以 所以 Einstein就說 這一組是我們宇宙間 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一組 Equations 很完美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好 我們把它的 積分式子也一並寫一下 四個式子有相對的 有積分式子 然後 然後這個 B.DA 等於0 這一組 法拉第定律 電廠 電廠的 封閉路徑 積分 等於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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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 要等于 μ0i enclosed 都是enclosed的 其实这个也是enclosed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它也是 这个积分是面积分 也是被这个 closed pairs所围成的这个面 它的一个通量 你后面这个名称要记住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前面有写过 高斯定律 这个是磁产的高斯定律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现在这个名称要稍微改一下 刚刚只有安培定律 对不对 我们说现在这个叫做 Ampere Maxwell Equations Ampere Maxwell Equations 我只把这个写一下 Ampere Maxwell 不过这个里头 他的写法 常常会改变 就是说他这个人 把他当作一个人的话 他常常会化妆 在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面目出现 比如说 他可以把这个 Y0乘过去 它就变成 Divergent E over Rho Free Charge Free Charge 这个我没学过嘛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 或者就是说 他可以写成这样子 Divergent D 要等于Rho Rho Free Charge 所以有时候用D 有时候用D 有时候用E 这个呢 如果大家都被 左边右边都被Mu0来除 那么B over Mu0 就是H 所以这个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也可以写成 Curl H 要等于J 等于这个 等于J J 加上 那这个 也可以把它改成 Parsha D over Parsha T 所以千变万化 还有呢 以后我们如果说 你这个电场跟磁场 在电磁波里面 因为它有空间的部分 有时间部分 我们可以把等式两边的 时间部分都消掉 只剩空间部分 那个时候符号 又稍微不一样 所以 同样是 这一组 Equations 它的场合不一样的话呢 它呈现的这个 形态就不一样 但是我们一定要熟悉到什么地步呢 不管你怎么化妆啊 我就是能看出来 就是能看出来 好像我们对一个人很熟很熟啊 很熟悉 你不要看到他的人啊 你看他的背影就知道是谁 你听到他声音就知道是谁 甚至于你听到他走路的脚步声 我就知道这个是谁 要熟悉到这个地步 那么 这个你们将来考研究所常常会考 这里把Maxual Equations的四个 像量四个微分式跟积分式都写出来 不但写出来 后面的名称 什么定律要写出来 那么它的现象 比如说高时定律表现在什么现象 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说 导体的内部不可能有静电厂 导体内部不会有静电荷的堆积 那这个呢 就是磁 没有单级 没有什么不像电荷 有正电荷、负电荷 磁级、南北级始终是几乎在一起 有南级出现就有北级 那法拉第定律呢 就是磁场改变产生电场 安培定律跟这个 Mexual Equations就是 除了电流会产生磁场之外 电场改变也会产生磁场 这个都是它的现象 你要会写哦 我记得我以前呢 到考试的时候 前几个月的时候 有一个系里的同学来问我 他拿了一堆考古题 电磁的来问我 他二年级修过我的电磁学 他问了一问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问他有没有考Mexual Equations啊 因为当初我就告诉他 总有一个学校会考 有考 他只告诉我有考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回头对我说 老师我现在才会背这八个Equations 我愣住一下 你会背啊 你背给我看看 这八个试子用背的 我说你不要背八个试子 你背第一个试子就好了 高试定律 七分试你写给我看看 我教室里有个白板 你晓得吗 说你站在白板上写给我看看 他说 高试定律是这样子 有一个像S的符号 上面打一个圈圈 这里有一个英文字母 一 大写的一 上面加一个箭头 一个句点 一个小写英文字母 小写的A 上面加个箭头 要等于英文字母Q 通常这个Enclosed可以不要写 分母是一个希腊字母 再加一个圈圈 我说你在讲什么东西 电子学讲的都没有一个电池的 电厂也没有电厂出现 Charge也没有Charge出来 只有英文字母E、D、A 还有希腊字母 可见它这个试子 它没有物理意义 它就是印记 硬把它这个背下来 你这样能够把八个试子都背吗 都背住吗 不可能的 其实你哪一字背就了 背出来 隔两分钟你可能就忘了 我们念这个不是这样子背的 我有一次听过一个语言学家演讲 他到过各国去演讲 那次好像在英雄馆 我听他的演讲 他说他在某一个国家 演讲完了以后 有一个外国人 看到他很高兴 他说 我告诉你 我会写一个中国字 要要欲试 想表现一下 那语言学家就说 好啊 你现在写给我看 他就写一个字 他是这样子 这个字 看起来像蟑螂 好像画蟑螂 他说他半年才学会 半年才学会 学了半年 还不知道哪个针 哪个字 上面哪个下面 我问你 我们一个小学生 学这个字要多久啊 这是什么 学字头 对不对 底下一个看见的见字 几秒钟就会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 这个是学字头 这是看见的见 兜起来就是这个字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硬是要把这个 一撇一画都记住 他的位置在哪里啊 哪有那么简单啊 半年 半年 我不晓得他背了多久 这四个诗 八个诗 假如你不是用这个硬背的 你用物理意义来讲 这是什么 电厂 电这个是什么 面积激素 对不对 E.DA就是flux 电厂的flux 这个 做个积分就是 从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 总电通量 要等于Q 这个面积里头 含有的Q 被一个常数 ε0来除 你记得这个的话 哪里要硬背呢 就是总电通量 要等于这个就好了 总电通量是什么 就是这个 所以 我希望各位 我们讲了这么久 这么久 这么久 就是在说明这四个 以魁循的用途 已经都用过了 那你现在要从 要对他的物理意义 要有了解 他会化妆 这个 变成这个 我们也要懂 对不对 那这个 B被 μ0来除 变成H 这个我们也学过 你这现象 都记得很熟的话 你再怎么变 我都能够认出你来 你就是化成灰 我都能够知道 造成灰 我都认出你 要这个样子 那么 所以呢 我们观念最重要 观念最重要